今天是3月7号 收盘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今天出现了一个跳水的一个动作 放量跳水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这里到底是出货还是洗盘 一步跌到位 后期市场焦点重心在哪里 大家看啊 今天这个分时图 其实上午是很强的 对不对 一直顶着这个位置 但是下午就顶不住了 一路走低 而且这个下跌的过程中是放了量的 今天上阵涨的只能200多加 跌到1900多加 这个比例非常之差 从这个成交量也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是放了一个巨量的英镑 发跌 那在这个位置怎么理解 到底是不是出货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它近期的一个整体的走势 你会发现 它其实走的是多头趋势 是不是多头趋势 那刚好啊 这里今天来了一个放量杀 我觉得有点一步到位的一个情况 所以记住啊 这里 这里 这里不就是它强支撑了吗 明天再来个低点 不就到了三四天线强支撑位附近了吗 这也刚好给了那些啊 前期没有撑位的 还有就是前期撑位不中的人 一个上车的机会 这里的话 大家可以去驳一个抽跌反弹 我觉得它的整体走势啊 这个三四天线 还是属于强支撑位 没有破之前 大家不能轻易的看空 那明天如果盘中出现急刹跳水 大家是可以去做低吸 做博弈的 后期反弹概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啊 你要区别对待 有些板块在高位放量杀啊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好 我们重点的要留意是谁呢 是留意这两个方向走 是一个是券商 一个是中字头 大家看啊 券商啊 券商今天是破掉位的啊 其实在前面 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我说这个券商是 这是一个尴尬位啊 前面这里这里这里 是吧 连续三次三四次都打了三次线上去了 按正常手势的看 昨天他就应该冲高对不对 但是他直接就被按了 所以券商是这一轮啊 这一次调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正因为券商的一个杀跌 导致这个旁边的一个跳水 那朋友们注意了 券商在这个位置属于一个震荡期间 刚好连续两天出英镑杀以后 又杀到了这个 发现没有 下面强制撑马上就到六十天线了 所以这个位置很关键的 六十天线能不能守得住啊 守不住的话 那你想想这再去杀的话 对整个大盘影响非常大 那我觉得大家没必要怕啊 六十天线这个位置肯定会有一个反出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的话 就是你第一期的机会 那如果券商啊 反出反弹了 你想想大盘是不是又会反弹 还有啊 我们要留意核心板块 中字头的走势 今天中字头是冲高 跳水啊 尾盘杀跌 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放量英镑 对不对 这里的是在五无形上 所以他走势很关键 接下来 他接下来是这里继续杀跌 还是反弹 如果是反弹的话 毫无疑问 今天就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一个喜欢的动作 那后期还要进攻 那通过今天这一个大英镑杀跌 完成一步到位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涨势比较大 对不对 有获利盘 通过这一个高位的倒拔摇流啊 完成了一个洗盘的目的 一步到位 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板块啊 今天板块只有贵金属 是相关的一些是红盘的 其他都是绿盘的 再看一下后排啊 跌比较多的是谁啊 花园拉 WiFi6 芯片 微信挡航 国防军工 半导体 反正乱七八糟 对吧 有芯片的 有通信的 有国防军工的 这些的话也是前段时间 涨幅比较好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就是一个获利回土啊 获利回土 所以大家注意 你的票 在这些板块里面 属于高位放量杀的 你就要小心一点啊 因为市场可能会进入一个高低切 再看一下今天涨停板的情况 其实涨停票 最多的还是国企改革 对不对 这个是一条主线 输了很久很久 但是把握性很难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其实大家也没必要纠结啊 没必要太过的担心 市场的主线仍然没变 你盯紧他就是了 国企改革 中资头啊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 这些都可以盯紧他 就比如说啊 中资头 刚才说了啊 中资头的话 这个位置很关键 他在这里的话 高位放量大一半 我觉得有一些短线技术比较好的 你应该都知道 这种位置 其实他有两个意思啊 要不就是真出货啊 真出货 真出货的话就是 是吧 你去接盘了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借这个倒拔扬柳 来完成洗盘的目的 所以明天很关键 明天在这里出现强势反驳的话 毫无疑问 那就确立了他的一个洗盘的动作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方向的话 我觉得后期还是有空间的啊 调整项更健康啊 调整项后期走得会更好 当然啊 对于这个方向 我们还是在注意这些核心票的一个走势 比如说 中层股份 中铁装配 包括中国科船 中国交件等等这些啊 包括中国卫星 中国卫通等等这些票的走势 包括中国联通等等啊 所以大家再留一下这些核心票啊 他调整到位后的下一个起点 好 再除了 中字头啊 前面跟大家说过的 主线品种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今天跌幅比较大2.59 而且尾盘也是杀跌 今天是破位了 破了这个 20线 大家看他马上就到30线了 你想想 是不是看懂了 前面这里打这位置上去了 这里打这位置也上去了 这里打这位置 是不是也准备上去了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要注意啊 明天的30天线 30天线这位置就是大家可以博弈的一个点 在这个位置你去博的话 这里赢的大反弹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你想想 在这里 请问候来一个反弹 这里是不是给了你低息的一个机会 其实今天的这个盘面 人工智能是在异动啊 但是带不起来 为什么 我们看个股就知道 今天也多数票冲高啊 还有涨钱的票 其实今天发动了这个妖王 英飞拓 但是他也没把 没有没有把人气给带起来啊 所以啊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他 你想想 要是他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 突破前面高点 打造一个新的高点 那他的空间是不是打开了 是不是又把这个节奏带起来了 所以啊 他的走势也是非常之关键 对后期啊 一旦突破 他将完成5倍甚至10倍的目标 人工智能板块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尤其是这些核心人气票的一个走势 包括数字经济也是一样的 其实在 今天上午 我就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啊 我说大家要注意啊 冲高 对吧 今天上午在这里 不是跟大家说过 权重啊 在这个位置 是 护盘 然后其他板块跳水 这个时候就告诉大家怎么办啊 其实在这个位置正常情况下是逢高减一部分仓的 对吧 你要在低位接回来是可以的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今天上午 今天上午之所以大盘两个顶住是因为什么银行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银行在上涨啊 但是银行也重新一个一度走低 那银行 走低后 大盘就 不行了 直接跳了 你看一下银行今天是收了一根长上瘾 其实在上午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过这个银行 我说银行的话 这里的话 它是也是低估值啊 低估值 可能他也是想去做一个估值回复回呃 估值重重修 对吧 但是呢 你要记住 你银行在这个位置存在大涨的可能性不是很高 所以啊 你去追高银行的话是很容易上岗 很容易被套住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盘面表现不佳的原因 其实说白了就是权重啊 这个年续上涨很多的高位 比如说中筹等等啊 这些都在高位啊 包括券商是吧 也是属于一个压力曲接 那没有新的板块拉了 那上不去 题材表现又不好 又没赚钱 效应又没主线呢 接力 包括人工智能 数据经济都没有 都没有今天拉起来 所以这个下午造成了盘面的一个次数跳水 但是我觉得跳水是好事啊 朋友们要注意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个股啊 个股的话 今天 跌田的票多不多 不多吧 是不是 虽然说上大旁边都比较差 都跌了一个点以上 创业版都差不多跌两个点 但是你看跌田票多不多 也就那么一两个 对不对 所以说 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恐慌 很多票都在八个点以下的跌幅 当然跌了五六个点的也是比较多 那我们来看啊 前排涨前票多不多 涨前票也不多啊 也就那么 十来个是吧 还有很多是属于新股 错科双版的票 那我们从这些涨幅的票来看 也是一个乱七八糟 说白了也是 是吧 没有明显的核心 这段时间我一直强调大家 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不要轻易追高 不要轻易的去顶 你去追高 你去顶的话 很容易高位接盘 你看一下 前排这些票 今天涨停了 说不定明天又跌了 或者说明天又被核安了 对不对 你这么操作起来 是难度非常大的 从今天整个盘面的表现来看 在明天还会有一个低点 如果说有一个低点 即杀即跌的话 那么大家在三十天线附近 三十天线附近 是可以去做一个低吸博弈的 重点 还是我在刚才说的那几个权重板块 比如说中指头 还有比如说题材里面的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等这些方向 一些调整到位的 比如说到了一些重要支撑位的 有些到了三十天线的 有些到六十天线的 这些位置你可以去低吸 对了 你就可以适合大陆 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紧这个节奏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